我們這邊都特別警告是 這個來自華南的這個雨帶 會進到了台灣 這個會造成一些災害 就果不起來 今天早就掃過去一下子 雙北就落大雨 不再落大雨 連環島的很多的部會首長都遲到了 是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今天的這一個暴雨 瞬間的暴雨真的是 導致整個交通都 呈現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塞車 然後塞車再加上淹水 你知道人民就非常怒火 所以呢你知道很多人 這是高架橋 高架橋上面 然後五谷啦 還有一些翡翠水庫 這個附近的一些山區 雨勢更是大到真的不行 然後呢他們就想到說 現在今天早上 也因為這個大塞車的一個情況 很多的部會首長開會都遲到 那人 我們一般人坐公車 或者是坐停摩車這一切 更是塞到不行 所以瞬間他們說 在那個蔣萬安的一個 市長的一個留言區 全部都殺國 其實想說 怎麼 你不是說很軟男嗎 你不是說很體恤人民嗎 為什麼你今天這麼大 暴雨的情況之下 你們還是正常的上班上課 不是 那剛剛講的 這個雨以待是從整個台 中國的華中華南 慢慢過來的 如果你看到了華中華南 那更可怕了 是 尤其是哪裡 尤其是廣州 你現在看到 人家有拍出來 你知道它這十分鐘的 一個縮時攝影之後 你就會看到 哇 那個烏雲密布 雨是這樣子 整個滂沱大雨這樣下下來 然後呢這廣東廣西 都是同樣的那個狀況 有沒有看到全部厚厚一層 厚厚一層 那是黑雲 全部都是烏雲 然後他們就想到說 十分鐘之內 整個天空本來是白的 馬上好像看起來像 而且有的時間點 你知道嗎 是上午十點多耶 那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怎麼會 本來是白天烏雲密到 都讓人家覺得 已經瞬間變成了黑夜 那路人就算是有撐傘 其實也都是渾身屍 它現在看到 你看那個牆壁有沒有 它是就由這邊可以看到 雨有多大在剛剛風作之下 其實他們講到說 這個雨真的是下的 也真的是太大了 然後呢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 包括什麼 他們所謂的在看出來的台線 台線在廣西地區延長了 大概有600公里之遠 他說光是看到這個雨 你就會 那個台線之後 你就會發現 難怪這個雨是之大 那還有包括哪一些地方 包括像是連 浙江這個部分 那個捲門 這麼小 鐵捲門完全沒有辦法 被吹破了 吹散起來了 所以那個風跟雨的 一個強勢情況之下 連這個公務中心 這個商店裡面 全部都是受到了相關的影響 更何況是在馬路邊的一些車子 所以他們就說 真的不要少看這樣子 瞬間的大雨 跟是瞬間的一個強風 這也是 未來 沒想到就這個雨 在中國反而造成更大災害 是 在中國造成更大災害 那其實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部分 也就是他們就講到說 這個瞬間的大雨 導致它的 還有風的情況之下 導致它旁邊 已經開始坍塌了下來 那同樣的狀況 他們就講到說 下個禮拜也一樣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雲雨帶會進來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 報內幕 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稻荷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等你來上線